第十四集 书接上回 接说这一段射雕英雄传 上回书咱们说到 包西若让严烈给救了 严烈答应包西若呀 要替他的丈夫杨铁心报仇 带着他呢 可就往北走 他跟包西若说 说我打算用我的一生啊 供娘子驱使粉身碎骨赴汤蹈火 这是应该的 包西若听完这话呢 当时没多想 顺嘴搭调 说我就判的呀 赶紧杀死大坏人段天德 给铁心哥报了仇 我呢 就从他于地下 两个人呢 就这样往北骑马走了一天 晚上呢 到了长安镇 再往前走啊 天就黑了 就决定在长安镇上啊 投电 哎 歇速 打电的时候呢 严烈跟人家这个电东啊 自称我们是夫妇二人 就要了一间房 包西若呢 心中十分的不安 吃晚饭的时候啊 一生不做 暗含着摸了摸 怀里头那柄短剑 这柄短剑是秋处击道长所赠 战乱当晚 他的丈夫杨铁心 把这柄短剑塞在他手里头 让他放身 包西若想这个 我们俩人啊 同处啊 一间屋 自称啊 是夫妻 可实际呢 不认识 也不是夫妻 那么他呢 说得好 为了掩人耳目 对外宣称是两口子 可是他有没有坏主意 自己不知道啊 倘若 晚上他要稍有无礼 那个 我就一箭 自杀 我扎不了他 我还扎不了自己吗 绝不能够啊 让他得逞 严烈吃完了饭呢 让这店的伙计啊 拿了两捆稻草 搁在房子里头 这伙计也不知道他干嘛用 等着电火就出去啊 他从里边啊 把屋门 可就上栓了 就瞧他把这两捆稻草 就铺在地上了 紧跟着自己呢 往这稻草上一躺 身上盖了这么一条毯子 跟包西若说 娘子请安睡吧 说着话呀 闭眼睡觉了 包西若这会儿 这心子是砰砰乱跳 想起来去世的丈夫 是柔常寸断 就在床上呆呆的 就做了大半个时辰 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也没啊 熄灭竹虎 手里边紧紧的 攥着这柄短剑 当然了 也就不能脱衣解带了 穿着衣服 就躺在床上 当夜无数物是 此日清晨 包西若起来的时候 一瞧啊 赶紧严烈早就起了 已然收拾好马具了 也命电伙家 安排了早点 包西若暗暗的感激 这个严烈 真得说是至成君子 两个人 同顺异乌 相安无事 十分的首领 那么对这个严烈的 防范之心呢 就消了大半了 等吃早点的时候 一瞧啊 嘿 这个早点呢 是十分的丰盛 书说的这 我得给您说说 这顿早点 写得真好 金庸老先生啊 在射雕英雄传原文这儿 这儿还很费笔墨 一个呢 他要写的情节 另外啊 可就啊 显示出来了 金庸先生啊 他写这个江南风味 写得十分的真实可信 皆因为呢 这个扎家在江南 是名闻望族 金庸先生呢 小的时候 啊 家庭条件 也是很不错的 他写的早点 有什么呢 他写呀 一共四碟 有这么一碟呀 鸡炒干丝 一碟火腿 一碟腊肠 还有一碟熏鱼 嘿 吸的是什么呢 是一小锅啊 清香扑鼻的 香港米粥 嘿哟 您瞧瞧这顿早饭 金庸先生写得多细致 那么包西若呢 出生于小康之家 别看呐 他嫁给杨铁心 啊 以务农为生 吃的呢 呃 也不算太刺 但是比他娘家呀 那就差点了 平常要说吃早饭呢 也就是咸菜 最多了 呃 来个烟鸡子 烟鸡子是北方话 就是咸鸡蛋 那么除了过年过节 有喜庆事之外呀 很少铺张 哪吃过这么考旧的饮食 这一顿早点就四个菜 有干有西 所以他食用早点之时呢 心里边有点觉得不安 那么等到吃完早点 就瞧这伙计呀 送了一包袱 这会儿 严厉没在乎 包西若 收这包袱啊 就得问他 这是什么呀 伙计说 这是您的相公啊 今天一早出去买的 大概是娘子您的替换衣服 那位相公说了 说这个东西来了啊 就请呢 大娘子您换上 好赶路 哦 包西若一听 感情是严厉 给自己买的衣服 这伙计说完了呢 把这包袱啊 放到屋里 可就走出去了 包西若把门关好了 把这个包袱 打开这么一瞧啊 嗯 他可就愣住了 他一瞧啊 是一套全身 搞素的衣裙 白鞋白袜子 一英俱全 连这个内衣 小尔罗帕 焊金全然齐背 尤其这个搞素的医生 这什么意思呢 这是丧服 哎 也就是孝服 全白啊 哎呀 包西若新了话 难为他一个少年男子 怎么想的如此周到呢 这里边还有内衣 换内衣的时候啊 猛然间想到 这是严烈亲手所买 别看屋子里就得一人不由得满脸通红 那天半夜征战 仓促离家 本来就衣衣不整 再加上啊 一夜的纠缠奔波 身上呢 这个衣裳上是破损污秽 现在呢 里外一新 不由得呀 这个精神一震 感觉这人穿的新衣上啊 那感觉就不一样 而且 包西若长得很漂亮 过去有这么句话 说男要翘啊 一身造 女要翘一身像 漂亮的女孩子 穿一身白呀 好看 那么等这个严烈回来之后 一瞧他身上啊 哎 也是焕然一新 十分的光鲜 严烈呢 催促上马 两个人纵马上道 有时候啊 这两匹马是一前一后 有的时候呢 是并配而行 这会儿呢 正是江南春意正农的时候 再看道旁啊 垂柳幅间 花气醉人 田中的和苗 是一片新绿 那景色是十分的美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王月波演播的 评书版 射雕英雄传 欢迎下载云听APP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严烈呢 为了要宽他的心 为他呢 宽怀减仇 在这一路之上 跟他是东谈西扯 您想 包西若的父亲呢 是镇上的老学究 他这个父亲 虽然说呀 文末很好 但是父亲跟女儿呢 平常说话很严肃 老是一本正经的 他嫁了杨铁心之后呢 杨铁心跟郭孝天呢 都是粗豪的汉子 他这一生当中 从来没碰到过 像严烈这样 谈吐尊雅 而且呀 财食搏洽的男子 什么叫财食搏洽呀 这人知识还很渊博的 在江南之地呀 指指点点 瞧见什么 说什么 甭管提起什么来呀 说的是头头是道 那么包西若就听 严烈这个一言一语呀 是无不俊妙 心中的是暗暗称秦 这个地方呢 我得跟您说 金庸老县原文写俊妙二字 这俊呢 就是冷俊的俊 但实际这地呢 不应该念郡 这地方应该念眷 眷语之眷 应该念眷妙 但是平常啊 咱们口语呢 说不到这个字 我这儿啊 给您注明就是了 再一看呐 两个人这一路向北 离这个临安呢 可是越来越远了 而且严烈呢 跟他东拉西扯的 什么都聊 就是不提呀 怎么给自己报仇 也没提那安葬丈夫的事 他忍不住可就问严烈 严相公 我夫君的尸身不知落在哪里呀 严烈太聪明了 一听啊 就明白了 那包西若的意思是 你怎么不提替我丈夫报仇啊 他马上就回答 非是小人不肯寻访尊夫的尸首 为他安葬 是因为啊 前些日子救娘子的时候啊 我杀了官兵 眼下呢 正是风声紧急那么个当口 我要在临安附近一现身呢 非得遭官兵的毒手不可 那么就是眼下呢 娘子您也被官府啊 到处捉拿 就说呀 尊夫是杀官造反 罪大恶极 要拿到他的家属啊 男的斩首 女的是冲作官计 现在呢 已然在周城府县 河路码头 画影图形一体言拿 小人我死不足惜 但是娘子您倘若无人保护 给官兵抓了去 这个遭遇啊 那一定是极惨了 小人我身在黄泉之下 难免也要伤心寒恨 包心若一听他说的 还是十分的诚恳 他说的这个话呢 这个事情啊 也像是真的 打这儿说呀 点了点头 严烈接着说 我跟娘子说 我仔细地想过 眼下呀 最要紧的 还是给尊夫呢 收尸安葬 这样咱们先赶到嘉兴 我呢 拿出钱来 托人到临安呀 去妥为办理 倘若娘子定要我亲自去办 才放心 那么呢 我在嘉兴这儿 安顿好娘子之后 小人那时节在冒险前往 也就变了 包心若一听啊 好 为了给自己的丈夫收尸安葬 人得得冒着大风险 得舍着命去 这可约理不合 赶紧就说 相公您如果能找一个 妥当可靠的人去办呢 那也是一样的 您不必亲自前去 哦 对了 还有一个事 我丈夫呢 有一个义兄 姓姑 叫郭孝天 他们两个是同时的遭难 赶凡相公啊 一并 也为他安葬 我 话到唇间没说完呢 一阵伤心不由得 又垂下泪来 严列一听啊 这个事情容易 娘子淡放宽心 不过这个报仇的事情啊 这个姓段的段天德 他是朝廷的武将 要杀他呀 可有点不易 这会儿想必这个人呢 防备的又很紧 咱们只能呢 慢慢的等机会 包心若一想啊 只要能杀了这个仇人 段天德 自己就自杀 驯夫 严列呢 这番话 虽然句句实情 但是 要等这个杀仇人 报仇啊 不知道要等到 何年何月何日 所以心里边很急 他呀 可就哭了 我呢 也不想啊 报什么仇了 我们当家的 如此的英雄啊 尚且被害 我一个弱女子 可又 又有什么能耐呢 也不过 就是我一死 驯夫便是啊 听完这个话 严列沉吟半赏不言 好像啊 有些个为难 半天才说 娘子 你信得过我吗 这会儿问这个话呀 包西若呀 完全信任严列 他点了点头 严列说 眼下呀 您跟着我 咱们只有去北方 方能够躲避啊 官兵的追捕 因为大宋官兵啊 不能追到北边去捉人 只要咱们过了长江 那就没有多大危险了 等这个事情凉了之后 冷下来之后 到时候咱们在南下呀 报仇雪恨 娘子如果信任小人我 但请呢 放心宽怀 扬大官人别看 血海深仇 自有小人我呀 一力承担 包西若听他说这个话 那意思啊 就得且往北走呢 而且得过江北 心下的是大为仇主 想自己 家破人亡 举目无亲 我要是不跟他去 我要想活着 孤身一个弱女子 到哪里去安身立命 眼瞎的那晚上啊 大宋官兵杀人放火 如同强盗 那样的凶狠模样 自己要是落在他们的手中 甚至于说被冲作官计 到那会儿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但是呢 严烈虽然 自己曾经搭救过他 跟自己就得说 非亲非故 而况且自己现在啊 是一个 居双守洁的寡妇 怎么能跟着一个青年男子 就此同行呢 这会儿我要说 拔出短剑举刃自吻 这个人肯定伸手阻拦 自己跟着他去啊 真得说是去路茫茫 来日啊 大难啊 思前想后是柔长破转 这会儿啊 他连眼泪都没有了 连日里悲伤哭泣 就这个眼泪 似乎已然流干了 眼泪呢 看在眼中 想在心头 这个人十分的聪明 大概包西若想什么呀 他能猜出八九不离十来 娘子 如果您觉得 小人的筹划不妥 那么您请吩咐 小人呢 是无有不尊呢 包西若一看 他是十分的迁就自己 心里都反觉着过意不去 除非啊 此时自己呀 立刻就死 那算一了百了 否则呢 也确实没有什么 其他的办法了 真得说 无可奈何 万般无奈之下呀 只得往下这么一低头 你 瞧着办吧 可就这句话一说 严烈大喜呀 严烈说 娘子活命之德 小人终身 不敢忘记 包西若说 这个事情以后 您 就不要再提了 严烈说 是 是 是 当晚两个人呢 就在 霞石镇 一家客店当中呢 哎 素歇 仍然是啊 独处一时 这个霞石镇呢 确实 啊 有这么个地方 而且不是杜撰 而且就是金庸老先生的故乡 他是海宁人呢 这个 霞石镇就是浙江 海宁 现在 你要去 还有霞石街道 那么自从 包西若 答应跟着 严烈 一块去 北方之后 您再瞧 这个严烈的 言谈举止啊 就不像 先前 那么拘谨了 时时的 露出来 喜不自胜 的知情 包西若 隐隐的 有所感觉 就觉得有点不妥 但是见他呢 并没有丝毫的 阅理 心想啊 他也不过就是 知恩图报 想来不会有什么 异心 第二天中午 两个人就来到了 鸡鸭 心腹 请不吝点赞